Hello,大家好,这里是UFO笔记 在这一期视频我们来聊一聊外星人 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 在2020年4月份的时候 美国五角大楼非常罕见的公布了三段UFO的视频 虽然官方在公布这些视频的时候 并没有直接承认外星文明是否存在 而这是简单的在美国国防部官网的声明中说到 经过全面审查 确定未得到授权的这些公布的非机密视频 并没有透露任何敏感信息 而且也不会对这次不明空中现象 入侵军事空域世界的后续调查造成影响 公布这些视频是为了向公众澄清 外面流传的视频的真实性 以及他们对这些视频是否包含更多其他信息的误解 目前这些在泄露的影片中出现的飞行物 仍然被美国官方归类为不明物体 以上就是4月27日 美国国防部在自己的官网上公布的那份声明的内容 和往常一样这些涉及到UFO的官方文件 给人的感觉总是那么的模糊 关于美国的军事科技属于世界第一 这一点我想应该没有人会不承认吧 早在2004年美国的航空总署NASA在它的Hyper X计划中 已经成功试飞过极音速飞行器X43 当时的X43无人驾驶飞行器就已经达到了每小时8000公里的飞行速度 是世界上最快的飞行器 但很明显五角大楼公布的三个视频里的不明飞行物 绝对不是我们目前在新闻资讯里看到的那些军事飞行器 因为在高速飞行的同时 这些不明飞行物不仅能随意翻转自己的机身 还能瞬间悬停在高空中 但更扯的是可以从8万英尺的高度迅速下降到2万英尺左右 也就是海平面上6000多米左右的高度 这些绝对不是X43极音速飞行器和作战半径是935公里的垂直降落F35B型战机能做得到的 否则官方也就不会特意发个公告来告诉所有人视频中拍摄到的物体是一种尚不明确的空中现象了 对了在这里我要备注一下为什么是说空中不明现象 因为在1999年成立了美国异常现象飞行报导中心的时候 官方就逐渐开始采用UAP这个语义上比较客观的词汇去形容那些被人们看到的不明飞行物 如果说这个视频你拍摄到的东西并不是美国军方的最新机密飞行器在执行飞行实验 而是一种连美军都未曾见过的先进军事科技 在我看来那应该是不属于地球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先进科技 当然今天在这个视频里想和大家聊的不是只有这三个去年被美国官方证实的不明飞行物视频 而是在这些视频被公布7个月后 曾经的以色列航天计划主任海姆埃希德 居然在去年12月份的时候对外爆料 世界上的确存在外星人的这么一条惊人的消息 埃希德是这么说的 美国政府和外星人之间有一个协议 协议主要是允许外星人在我们这里做实验 而Trump不仅知道这一点 此前还差点泄露了这一消息 之前你离开公司会让我们知道如果有 aliens 因为这就是唯一我真的想要知道 我真的想要知道什么是发生的 会否你再开开 Roswell和让我们知道什么是真的发生的 很多人问我这些问题 我认为这些问题 我认为这些问题是 almost ridiculous 但它其实是真正的问题 我认为这些问题是真正的问题 但其实是有免费的问题 有免费的免费的免费的免费 免费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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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费 免费的免费的免费 免费的免费 免费的免费的免费 外星人对人类同样感到好奇 他们正在对宇宙的结构进行研究 这项合作包括在火星上建立一个秘密的地下基地 那里有美国的宇航员和外星人的代表 这些话就是以色列前航天计划主任 在12月4日接受以色列新消息报采访时透露的 相比美国国防部的拐弯抹角 这位以色列的退休高官可就直率多了 那么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位以色列高官的来历 他曾担任了30年的以色列国防部航天计划项目的主任 负责过20颗以色列卫星的发射任务 还是一名以色列国家情报部门的准将 可是为什么他选择在这个时候把这些惊人的消息传达给外界呢 根据他自己的说法是因为银河联邦的外星人一直要求他们 不要对外公布有外星人存在的这条消息 因为会害怕引起公众的不安 而且如果他是在五年前发表这些言论的话 那么他很有可能会被送进一些精神病院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他在学术界有极高的威望 所以对他来说说就说吧 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了 不过听他这么解释呢 好像也有点道理 但是我呢有一点不明白 就是为什么外星人要找地球人合作呢 对吧 因为在许多的一些未解之谜的节目里 我们都把外星人描绘成那种技术水平超高 然后分分钟吊打地球人的那种高智慧生物 但是这位以色列的科学家说 外星人来到地球向人类寻求合作 那这一点令我感到非常的不可思议 只不过在航天工程领域里 像海姆爱希德这么有名誉和权威的人 为什么突然对外界宣称有外星人的这条消息 如果他说的东西都是编造的 那这么做的理由又是什么呢 真的只是为了给一本和他有关的书籍做广告而已吗 这样的话未免也太不珍惜他过去获得的那些成就了吧 然后关于是否需要官方来承认不明空中现象和外星文明之间是否存在联系 在我看来这些都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 因为通过美国国防部的声明我们可以明白一点 那就是世界上的确存在一些连拥有最先进军事力量的美国 军方都无法理解的空中飞行物体 还有那些经常说不明飞行物目击世界都是骗局的人 这下他们是不是也得转变一下自己的看法呢 我们当然明白要理性的看待世界上发生的一些不明现象 但是相信世界上有外星人怎么就是一件非理性的行为呢 更何况上世纪著名的天文学家卡尔萨根曾经也说过 宇宙是一个很大的地方 如果只有我们那似乎是在浪费空间 我们下期再见